这是2013年1月份 北京的PM2.5曲线 一个月里头 25天雾霾 我当时在北京 当我这一年里 反复看这条曲线的时候 想回忆当时有什么印象 什么感觉 但是记不起来了 那时候大家都说 好像这场雾霾是 偶然的气象原因导致的 就没当回事 那个月里头 我还去了四个地方出差 陕西 河南 江西 浙江 回头看视频里的天空 当时的中国 正被卷入一场 覆盖了25个省市 和6亿人的大雾霾 但我置身其中 浑然不觉 只有我的嗓子有印象 在西安那天晚上 就咳得睡不着觉 我就切了一只柠檬 放在枕头边上 回到北京之后 我知道我怀孕了 这是我第一次 见到她的样子 那时候我就觉得 她应该是个小女孩 因为我觉得 那是像个童花头 听到她的心跳 的那一瞬间 我觉得对她 没有任何别的期望 健康就好 但是 她被诊断为良性肿瘤 在出生之后 就要接受手术 做麻醉之前 医生对我说 她这么小的年纪 做全身麻醉 是有可能醒不过来的 你要有个心理上的准备 我还没有来得及 抱她一下 她就被抱走了 后来护士在我手里 放了这只小熊 那是用来安慰小孩的 她用来安慰我 我再见到我女儿的时候 她还在昏迷 医生对我说 手术很成功 但有一件事情 你要原谅我 她说她太胖了 所以刚才麻醉的时候 我们扎了好多真眼 才找到静脉 我就拿着那个 满是真眼的小手 放在我脸上 叫她的名字 直到她睁开眼睛 看了我一眼 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后来我辞职 陪伴她 照顾她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平安就好 健康就好 但是 回家的路上 我就已经开始感到害怕了 全是烟熏火燎的味儿 我就拿一个手绢 捂在她鼻子上 这样做很蠢 因为她会挣扎 就会呼吸得更多 以前我从来没有 对污染感到过害怕 去哪儿我都没戴过口罩 现在有个生命 抱在你怀里 她呼吸 她吃 她喝 都要由你来负责 你才会感到害怕 那场雾霾 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 她让我意识到 这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 也不可能很快过去了 她就是我十年前 在山西生活的时候 我看到的天空 是每天都这样 每天 每年都是的 也都三年了 都是一天的 像那些崩溅之外 它是强自爱的 时间长了以后 人体今天就腹肌 腹肌到一定的程度 就产生了自爱的风险了 我就担心 哪有人会带 这已经那些 这也得GM 军阁 你觉得这还是绝败吗 不是合血 是污水 真是有结实数据 你研究一下没有 连笔 草 Five 是二十九 两个 小元 ож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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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右眼能看到的颗粒物 最小的也是它的20倍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只有一个办法 我能把它拽在眼前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PM225的采样仪 我可以把一个非常干净的采样膜 放在里面 然后我就背着这个仪器 24小时 这是那个采样膜最初的样子 对吗 24小时之后 它是这样的 如果我不对自己的孩子加以保护的话 所有的东西都会呼吸进去 它有多少呢 305.9亿微克美立方米 谁也听不懂这个数字对吗 我们只能比较它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这个是美国的 这是欧洲 这个是中国 那么我们在当天呼吸进去的是多少呢 几乎是中国标准值得五倍 但这只是一个听上去有一点耸动的数字而已 我很想知道那个财阳膜的里面到底是什么物质 我就请北大 邱行华博士给我做了一个测试 他分析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当中有15种致癌物 其中世界上最强的致癌物 本病A比 它是国家标准值得多少倍呢 14倍 我不太相信这个数字 因为你记得吗 刚才那个片子里面 当我站在笑语四五个交话场中间的时候 我呼吸到的本病比才超标9倍 现在我在一个国际大都市的中心 举目似望 我根本看不见工厂跟烟痛 我怎么可能超标14倍呢 邱博士自己也怀疑了 他说不太可能这么高吧 我再算一次 第二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没错就是14倍 大量的样本显示 有很多人比你更高 超标20倍 所有这些致癌物都负责在 就你刚才看到的那个黑色的彩阳膜的表面 这种叫做黑碳的物质上 它非常小 只有0.2微米 但是它是一个锁链的结构 所以如果它打开的话 两颗黑碳能有多大 能有整个篮球场那么大 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的致癌物和重金属 在中国这样的黑碳有多少呢 这是2009年 NASA做的一个测算 那个紫的发白发亮的地方 是中国 它像幽灵一样在我们的上空飘荡 所以我就去找了北大 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实验室 我说我能不能当一个志愿者 你把我放在一个高浓度的一个实验舱里面 测试一下我的身体反应 这样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犹豫了一下对我说 不好意思 这个实验没法做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知道每一个实验都需要一个伦理安全值 这个安全值要保证受试者不能受到太大的伤害 但如果我设定这个值的话 外面大气比里面实验舱的空气浓度还要高 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终身暴露的实验舱里 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北大换了一种实验方式 他们就直接测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身体的反应 长达一年 我自己也参与和体验了这个实验 这是我得到的结果 我自己有呼吸道炎症 是易感人群 细颗粒物会影响呼吸系统 增加气道炎性反应 还会增加进一步影响心血管系统 超细颗粒物身高 跟心脏共学能力降低有关系 这段话我念都念不通 因为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所以在科学家的帮助下 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动画 我是PM2.5 我的弟兄很多 多怀方听 格力重金术 每一个都带着另一期 在攻击人类的闯关游戏里 我很少失手 第一关 鼻孔 鼻毛和鼻涕能挡住外来异物 90%的直性大于是微美的颗粒物 都在这里挣挖 但挡不住我 第二关 眼后 上呼吸道的鲜毛 是微米 一秒钟 煽动二十次 但我身体轻盈 器官平滑机受到刺激 收拾 师徒 阻挡我 这是自驱驱路 鼻散关 下呼吸道 这里有像稻长的大树一样密布的支吸管 使我们最好的滑雪道 我们一路跟白细胞淋巴细胞等交手混战 人类因此引发格力炎症 我们的大部队最终到达 树差尽头的肺泡 人类的肺泡有三亿多够 我们一旦挡住肺泡 人类就喘不过气 但这里有我们最可怕的敌人 巨石细胞 他们着门腾食异物 号称体内轻盗腹 这是一场恶战 但我们人多 而且又难以分解的内核 加上重金属的毒素 巨石细胞很难消化 容易细胞气破例而死 人类的免疫力就是这样下降的 我们还有一种刀锋战士 历经小鱼蝶舞为 可以穿过肺泡沫 直接入血 沿入损伤血管内容 让人血管变砸 血压升高 引发血栓 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肺循环 来到人类的核心中枢 向你们的心脏 发气总攻 造成心肌缺血 损伤心力混乱 引发心肺 赞到把人类 你们的每一颗呼吸 我都在 这个是中科院提供给我们的测算 这个复杂的图表显示的是 当PM2.5的值升高的时候 人群的死亡率是随之上升的 这个趋势的测算 很多科研机构都做过 我看到中国的前卫生部部长 陈竹的测算结果是 在中国 每年因为大气污染 过早死亡的人数是 50万人 在这场跟人类的战争当中 我们最脆弱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 就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父母 这些小孩大多才两个多月大 还没有出过门 但是已经得了肺炎 他们在接受物化治疗 那么他们的父母让我拍下他们 怀疑是重物霾期间 因为没有防护导致的 但医生跟他们说 我只能给你诊断为 不明原因肺炎 因为我们还没有 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 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数据是这样的 在2013年1月份 重物霾期间的时候 我们整个国家 有27个城市 都出现了急诊人数的爆发性增长 有的时候我们小区的妈妈们 会聊起这件事情 有一个妈妈就问我说 可是那该怎么办呢 要不要把小孩尽快地 送到雾霾天里面 去让他们锻炼锻炼 适应适应 说是不是不能让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 曾经空气污染严重地区 洛杉矶的一位 预防医学专家 告诉我们 到底把小孩 暴露在高农度的空气里面 能不能够产生适应性 我认为我们有任何 information 这是我们家楼下 前两天霧霾严重的时候 我拍的 当天 AQI已经超过了500爆表 严重污染 可是我楼下这个小学 孩子们还在 打球 跑步 玩耍 在运动的时候 人的呼吸量会增加5到10倍 然后我看着他们 我意识到说 我不可能一直保护我的孩子 总有一天 他到社会当中去 呼吸是没有办法选择 也没有办法逃避的 你的每一口呼吸它都在 一个成年人 像我们这样的人 每天要呼吸大概25000次 天长日久 日积月累 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肺里面 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肿瘤医院 有一位患者 和医生同意我们 拍摄记录了这一场手术 她是一个早期的肺癌患者 她是一位女性50多岁 在医院的财务室工作 她跟家人都没有吸烟食 这些黑色的男性50多岁 她们也一样 这一位是什么样子 这边我们重点 她是三国 是你们老家的 那自己听听就给你拿 对 对 不担心 所以这个东西 大气盆 对 这个问题 人体啊 只有废了 完全 我们的这个样子 就要解决一个人 它有点废 吸了很 让我们非常安慰的是 这场手术很成功 所以患者在肿瘤摘出之后 基本可以康复 医生就把这个黑色的淋巴结 摘下来之后拿给他的家人看 那家人问那您能告诉我 到底我爱人为什么会得肿瘤 他说我只能根据我的临床的经验和推断 告诉你我怀疑是空气污染 世卫组织告诉我 颗粒物是被列为人类的一级致癌物 我听他说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 如果是肺癌的话 肺癌应该有一个潜伏期 它起码应该在十年左右 可是雾霾我们这两年才听说对吗 那怎么会这么快就能够导致肺癌呢 我就向NASA提出了一个申请 能不能你们把这十年来 华北上空的卫星图片发给我 这是我收到的 2012年 北京的上空 2011年 12月的北京 2010年 华北上空 2009年 华北上空 再看看十年前 2005年的华北 可是我不能相信 因为我就在华北天空下生活 这十年来我怎么没有觉察到雾霾的存在 我就去找了我们国家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的组长 唐孝岩院士 他给了我这条曲线 这是2004年 11年前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PM2.5的检测 但我们有PM10 他说根据当时的估算 那个时候 在污染期的话 PM2.5可以达到300到400 属于今天的严重污染 我问他 我说难道我失明了吗 2004年我在北京 他说你看看这张照片吧 那是什么 我说那应该是买吧 那我怎么不知道呢 他说你再查一下当天新闻报道的标题 首都机场因雾出现近年最严重的航班延雾 那个时候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雾 我们一直把它叫做雾 所以看到这张照片 作为曾经的记者 我的内心是有自责的 因为那些年里面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在报道各类的污染事件 但是我一直认为 好像我听到矿山的炮响才叫污染 我看到工厂的烟筒才叫污染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们生活在都市中心的人 我们每天看到的天空 那就是污染 我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是记者了 我早就是当事人 但我还有一个疑问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烧煤油炉子 对吗 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呛人的味儿里面睡着 再醒来 我怎么没有听到那是很多人得肺癌呢 一直这个问题 到我认识了 我们国家从事这个研究 三十多年的何欣州教授 他才给了我一本资料 这个 我国二十六城市大气污染与居民死亡情况调查 1976到1981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 我把它的结论打在屏幕上 很简单 那个时候的大气污染 已经跟居民的肺癌死亡率分布一致 那个时候的大气污染就是煤烟筋污染 只不过这份材料在当年 一直是内部资料 人们在当年并不是没有闻到呛人的味道 但煤炭带来的温门和能量 在当时更重要 1980年前后 北京市内有3700家工厂 对一个充满发展渴望的农业大国来说 烟筒被认为是进步的标志 在有的人的眼里 它就是两个烟筒 在有的人的眼里 它是回家的坐标 我们对污染远远缺少经验 认识和控制技术 主要污染物没有制定标准 燃煤量虽然远不如今天 但排污量巨大 从科研机构的PM2.5站的数据来看 2006年年均PM2.5浓度要高于今天 就在这一年 中国提出节能减排 设立二氧化硫等重要排放标准 此后 主要大气污染物开始整体下降 但是对能见度能够产生影响的希克利物增加了 极端重度污染天数增加了 人们对于污染感受强烈 经济发展给中国人带来寿命的增长 和更多疾病康复的机会 但是空气污染的风险得到凸显 过去30年内 我国的肺炎死亡率上升了465% 虽然吸烟和老龄化 仍然是这个数字的主要因素 但希克利物明确的致癌风险 越来越得到重视 2012年 PM2.5被列入监测范围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 随着收入增加 信息透明 人们对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 一个人 别说人了 一个活物应该怎么活着 春天来的时候门开着风进来 花香进来 颜色进来 有的时候你碰到雨 或者碰到雾的时候 你会忍不住想往肺里面 深深地呼吸一口气 能感觉到那个碎雨的那个味道 又凛冽又清新 秋天的时候 你会想跟你喜欢的人一起 就一个下午什么都不干 懒洋洋地晒一会儿太阳 到了冬天 你跟孩子一块出门 雪花飘下来 她伸着舌头去接的时候 你会教给她 什么是自然和生命的美妙 但现在呢 这一年每天醒来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看一下手机上的 空气质量指数 用它来安排我一天的生活 我就靠盼着一点 西北风过日子 我带着口罩逛街 我带着口罩购物 我带着口罩去跟朋友见面 我用胶条把我们家的门窗 每个缝都给它沾上 带着孩子出门打疫苗的时候 他冲我笑 我都会感到害怕 说实话 我不是多怕死 我是不想这么活 所以每次碰到有人问我说 你到底要干嘛做这件事情 我只好简单地告诉他 这是我跟雾霾之间的一场 私人人缘 我要知道它从哪儿来 我要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我把采样膜放在 科学家的电子显微镜底下 我就看到它的样子 它不是我想象中的 一颗一颗一模一样的小米 它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混合在一起 这个混合会增加它的毒性 还会让它迅速变得更多更大 它们之间可以发生化学反应 中科院告诉我 它的来源是什么 燃煤 燃油 生物质燃烧 工业 养殖 化肥 阳尘 绝大部分都跟人类的活动有关系 如果你对它加以归纳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大部分从哪儿来 这就是结论 中国的PM2.5 60%来自于 燃煤和燃油 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烧 PM2.5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火山喷发和森林大火中 就有大量的锡克力 从钻木取火 学会能源开始 人类活动就在制造PM2.5 煤炭的大功能使用 曾经给英国和德国带来过严重的大烟物 而石油时代到来之后 燃油给美国日本带来过大气污染的沉重后果 此时此刻 世界上还有很多处于工业化竞争中的发展中国家 像印度 伊朗 巴基斯坦 阿富汗正饱受化石能源燃烧的污染困扰 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 体量巨大 导致两种能源的燃烧强度都很大 这种燃烧的强度有多大呢 我们可以来看看 在2014年 这个数值可以代表全球化石能源燃烧的燃烧强度 你可以看看中国有多亮 那个烧的发红发亮发白的地方 就是我们国家 从图标来看的话 它比欧洲高出三到四倍 我们烧了这么多化石能源 而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煤和油的污染物之间 可以发生大规模的化学反应 我们燃烈的污染没解决 汽车的污染叠加进来了 中国的现在这个污染 基本上是燃烧的污染叠加 多种多样的物质大气领 进行各种各样的反应 空气经稳条件 污染物还是这么多 但是不巧的是这些污染物没扩张 它直接反应了 这就是二次力量 恶恶欺负 粘连 碰撞 合併 都混在一起 我们不可能改变自然的条件 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 这个自己的办法就是源头建 全世界都要烧煤和油对吗 我们的煤怎么了 你们知道中国烧了多少煤吗 2013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36亿吨了 但你知道全世界其他国家 烧了多少煤吗 我们比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 加起来烧的煤还要多 上一个达到过这样消费量的 是1860年的英国 但在之后他们为此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 在南威尔石被废弃的矿坑深处 埋葬着英国工业时代的心脏 它曾经驱动过 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地盘 也给这个国家 带来一场可怕的黑色灾害 这四根烟筒103米高 它们是英国工业时代 巅峰时期的象征 巴特西火电站 1930年代它建成的时候 它每个星期大概要烧掉 一万吨煤来维持 伦敦五分之一的电力 伦敦其实可以说是 吃的一样 从火车 轮船 铁 钢 硫铁 整个伦敦就像是有 上百万座微型的火山 正在平方 营销的是大量的烧烧 家庭地域的烟权 带来的污染 是工业的两倍 在漫长的岁月 伦敦已经被煤烟浸透了 人们戴着口罩上学 戴着口罩购物 戴着口罩路口 戴着口罩轻航 戴着口罩轻航 灾难来的那天是 1952年的12月5号 冷空气横跨了 英吉利海峡 覆盖了整个 泰晤士河的河谷 把煤烟控制在了 云层之下 没有办法扩散 人们走在大街上 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脚 甚至要靠盲人 来领自己回家 消灯警察大灯照着自己 人们被车撞 全伦敦一片死地 你只能看到救护球 因为他们要运送那些 生命垂危的人 但是他们走在街上 只能靠前面有人 拿着火把来为他们照顾 前情后后 在这场大烟雾中 死去的有一万两千人 死者的非不足的切片 经过检验被确认 他们死于长期吸入 烧煤产生的黑炭 和短时间内吸入的高浓度的 含有重金属的颗粒 清洁空气联盟的测算显示 伦敦当时空气污染的程度 可能远超中国当下 虽然当时并没有PM2.5的检测 但是大烟雾事件发生时 二氧化瘤的浓度超过 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190倍 比中国PM2.5超标的倍数 高出一个亮起 所以在1960年代 在这个大烟雾事件发生完之后 其他的国家纷纷开始减少 和控制自己的煤炭用量 但当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 这个已经封闭了多年 和落后了多年的国家 迫切地需要一种巨大的能量 来让自己起飞 它的选择是煤炭 这是它增长的曲线 能跟随我们其后的是 现在的印度 印度很快会成为 世界上第二大煤炭消费的国家 而且印度的工业 现在对重要的污染物的排放 还没有规定的标准 印度也是世界上 空气污染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家 那中国这么多煤 用在了哪呢 2013年的这36亿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其中3亿8千万吨 烧在了金经济 而这3亿8千万吨当中 有三个亿 烧在河北 我觉得很意外 因为我一直觉得 是我们山西人才烧煤 河北什么时候烧成这样了 清华的好几名院士告诉我说 你听没听说过 全世界的钢铁产量排名 他说是 中国第一 河北第二 唐山第三 美国第四 还补了一句说 唐山蛮爆产量第五 用煤多 工业多 不一定代表污染嘛 别的国家也用钢啊 他说 你去一趟唐山看看就知道了 所以去年的10月份 我就跟环保部的华北读查中心 一起带着无人机去唐山 想去巡航一次 这边有一股烟看到吗 现在是乌霾太大不轻 下来 这现在的天气 看不太秋了 好像 那个我看着到 后面子我们能这么过了 現在聞到這個特別嗆的二氧化的 多人家說這個煙的 現在我們可以看 從邊上露出來的 煙塵非常的多 這些煙的話都從這個無所排放 全部都排過它 那除塵罩怎麼不開呀 開著呢 開著呢怎麼這麼大煙塵呢 這真的是開著呢 往上吸的嘛 當時掉下去的就是環保部 華為多達中心這個巡視員張大維 我們當時都嚇壞了 就因為這個工廠裡頭 夜裡頭它沒有燈 然後也沒有任何警示 這有一個差不多三米深的坑 裡面都是鋼筋跟水泥 大維想下去看一看到底 這個地方有沒有排屋 結果就掉下去了 幸好沒有受太大的傷 然後我們就把它連夜送到醫院 又送回北京 但最讓我意外的是 花了這麼大的代價 這麼多艱辛 我們也明明拍到這些排屋的證據了 最終這個企業 沒有受任何處罰 我問大維為什麼 他說你去問問我的領導吧 有60%以上的鋼鐵企業 沒任何省批手續 當天皇甩的一筆不用 就是一直通知停止審批 不管你合法的 不合法的都停止審批 真正的破完是破摔的 就是黑戶 監管部門都不想去觸及這一款 關得了嗎 你取締得了嗎 怎麼關不了呢 你開玩笑 一千萬燈鋼是多少人就業 十萬人就業 核北的鋼鐵結實到什麼程度 已經到了你取締不了的程度 一個地方有大量的工業 重工業布局集中 消耗大量的煤 而且還沒有辦法很好的控制污染 同時還無法取締和關停會是什麼結果 我有一個好朋友叫老好 也是我當年新聞調查的同事 十年前是他跟我一塊去山西拍的污染 他知道我們家是臨分的 有時候會發張照片調侃我 說聽說你們家現在是全球污染城市之首 我也無可奈何 然後十年之後我就把這張照片發還給了他 再看清楚點 為我是退出全國74個城市空氣質量排名 倒數第一而喝彩 這是他們家河北的標語 很遺憾的是這個城市今年又反彈會了第一名 但這種玩笑真的是讓人心酸 而且對一個居住在北京的人來講 只要偏南風一吹 從河北來的污染物會這樣過來 空氣是沒有牆的 什麼叫同呼吸共命運 這就是 我還有一個朋友叫老范 他是江蘇人 以前我跟老好兩個人是爭論 B省還是貴省更污染的時候 他就在旁邊說 我們南方人真的不知道什麼叫污染 現在他們華東也淪陷了 但他很奇怪 他說不可能吧 我們華東至少跟煤應該沒有關係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沒見過煤 對 我給他看這張圖 這是你們家的鋼鐵廠 這是你們家電廠 這是你們家附近的水泥廠 在你們江蘇 每30公里就有一個電廠 而且這些企業現在排放的情況怎麼樣呢 在這兒我們就能看到 此時此刻 他們的排放 紅色的全部是超標企業 稍放大點就能看到 在華東整個地區 到底有多少在超標排放 而被加在中間的上海 它自己燒的煤也不少 它是單位燃煤量最高的 國際性大都市 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上 要燒到10公斤煤炭 我們的煤燒越多 會是一個什麼後果 有一個我從來沒想過的問題 就是好煤會燒得越來越少 對嗎 那我們怎麼辦 那麼劣質的煤炭就會越來越多 劣質到什麼程度 這是我們常見的煤 這個呢 這是煤嗎 我最初認為這肯定不是煤 這是木頭吧 因為還看得到紋路 包括上面的化石 但是洗煤協會的人告訴我 這就是煤 它叫鶴煤 是全世界最年輕的煤 年輕到了它的煤化程度特別低 一燒的時候 將近有一半會變成黑灰 全都飄在空中 那這樣的鶴煤我們用了多少呢 這是這些年來 我們生產它的曲線 它造成的後果是這樣 2013年10月21日 第一天供暖的哈爾濱 它的霧霾爆表 PM2.5在1000以上 當天的哈爾濱人們是這樣生活的 我問過哈爾濱環保局 我說聽說你們那兩天 車開出去公共汽車都開丟了 他苦笑了一聲說 別說公共汽車了 連我們局長都丟了 說他那天到現場去檢查工作 沒一個人認出他 因為霧霾太大了 哈爾濱的霧霾 就是因為他們燒了兩千多萬噸的赫煤 加上在2013年的時候 全國幾十萬台這樣的小鍋爐 沒有任何標準 也沒有任何監管 就這麼一燒 就這麼一排 就這麼一放 你在高空往下俯瞰的時候 一千兩百萬人 就像是被水泥砌在了底下 煤本身並不一定意味著髒 德國也用赫煤 但是德國人會把它們清潔 把它們進行提制 煤是可以弄乾淨的 英國人是95%以上都給它洗乾淨 那麼在中國我們洗了多少呢 我們才洗了不到一半的煤 剩下的另外一半當中 基本上有幾億噸 是沒有任何用 而且又污染又浪費的 叫灰糞的東西 我們就這麼把它拉著 用汽車拉 用火車拉 滿世界的跑 再放到煤爐子裡面把它燒出來 毫無作用 造成的結果是這樣 很多這樣的煤是被我們普通的居民 給燒掉了 即使在中國城市裡面 我們現在都有四分之一的人 是在燒散煤 它們燒的量不算大 只有20% 但這20%排放出來的二氧化硫 跟所有的大電廠加起來一樣多 就這麼厲害 最要命的是 它的毒性還非常大 在北京 冬天PM2.5的毒性 遠遠大於夏天 光致癌物的含量 就是夏天的25倍 它為什麼會這麼高 就是因為散燒煤炭 是主要原因之一 它的致癌物的排放因子 是非常高的 中國人幾十年來 早就已經在承受 這種散燒煤炭帶來的痛苦 在雲南的宣威 有一叫虎頭鎮的地方 是全世界肺癌最高發的地區之一 這是一個肺癌晚期的病人 他在嗑血 但是他已經沒有力氣去驅趕蒼蠅了 所以他就請別人在他的身上 放了一張黏蒼蠅的紙 這是這個老人 和這些年 他身邊被肺癌剥奪走生命的人 而有的家庭已經空無一人 我們總是聽到一種聲音說 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 跟我們談環保太奢侈了 但往往受污染最嚴重的 就是最窮的人 他們最容易受到傷害 他們最需要發出聲音 他們最需要得到幫助 這些年來我們的煤消耗大 結果是越來越劣質 還缺乏清潔 排放也缺乏控制 它造成的結果就是這個 在中國 煤炭消耗量越多的地方 它的PM2.5的濃度幾乎也就是越高 我就說把煤弄乾淨 最簡單的辦法 我們要降到20一下 我們的天根是來的 我們做不到這一點 我們的煤能不能集中去燃燒去 把散煤降下來繼續發電去 我們即時再退一步 這一步也做不到 我們把散燒的煤洗乾淨行不行 如果這個煤能夠洗乾淨的話 現在排放 我至少減少一半 我們現在就改變了這兩條 就必須把煤給降下來 或者把煤弄乾淨 如果我們目前的環保設施 就目前全100%的到位了 我們的塵排放 跟我們的二氧化硫排放 應該比現在低60% 我們的氮化硫排放 應該低35% 咱們中國的污染 這裡第一得靠管理 第二還得靠管理 第三還得靠管理 習總說法律的尊嚴在於執行 中國用30年的時間 走完別人100年 走過的工業化的道路 所以我們煤的污染 之上還要再附加 油的污染 那麼我們的油怎麼了 我們的油大部分燒在車上 我們的車在十年之間 增加了將近一個億 光北京2010年一年 我們增加的車是多少呢 80萬 80萬是什麼概念 就是把所有這些車 頭和尾這樣連起來 可以從北京排到深圳 然後再從深圳排回來 這是一年增加的 造成的結果就是這樣 北京本地的污染源當中 最大的就來自機動車 還有一個城市出乎我的意料 某城市一年的霧霾日 達到200天以上 你可以猜一下這是哪個城市 哪個 再看一次 青海 青島 杭州 說實話我跟你一樣吃驚 是因為我一直以為 這叫山色空蒙與預期 後來我就打電話問 杭州市環保局 他說是 因為它是全國人均機動車保有量 最大的城市 平均兩個人一輛車 所以它的機動車污染要占到40% 那車多就污染嗎 大家經常聽到的一個問題是 東京不是比北京車多嗎 我們怎麼沒有看到 這麼嚴重的污染呢 北京市交通委給我的解釋是這樣的 東京90%以上的人在做軌道交通 他們只有不到6%的人在開車 北京有多少呢 北京34%的人開車 而且是在中心城區 基本這麼堵著 一堵的時候一代速排放是兩倍以上 一刹車中心屬的排放會更多 所以在北京每天高峰期的時候 六環以內每個小時的PM225的排放量是多少 一噸 北京人在五公里以內開車的有多少 將近一半 而且我們當中有12%的人是在兩公里以內開 我們有7%的人是在一公里以內開 一公里是什麼概念 出門可能去一趟超市去一趟菜市場的概念 難道就我們愛開車 也許有一小部分人是這樣 但不會這麼多人都沒有理性吧 我們有輛車 那有寶寶之後我們的約定是 除了老人小孩機場醫院我們基本不開 我先生每天要上班 那他呢就騎自行車 騎自行車在我們家樓下是這樣騎的 只能這麼騎 為什麼呢 這是我們的自行車道 他基本上天天就被車這麼壓著 北京五百多萬輛車只有一半是有停車位的 但沒有一輛停在半空中 所以他就壓在自行車道上 壓在人行道上 就這麼看 當然全世界人性都差不多 不管的時候都這樣 我們看看倫敦 當年好像也這麼停的 後來倫敦就裝了這個計時收費器 然後是這麼停的 後來倫敦又提高了自己的停車費和擁堵費 然後車是這麼停的 前兩天聽說深圳也這樣了 說收了高額的停車費 然後深圳的同志們是這樣停的 五十年前東京也這樣 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他們用了很長的時間 才一輛一輛的把它清出去 這是對城市的精細化管理的一個考驗 愛車的人還會有另外一個疑問 就是這張照片 北京的夜裡沒有車對嗎 那為什麼污染也這麼嚴重呢 它真的是車帶來的嗎 我也一直有這個困惑 一直到中科院提供給我這張圖表 在北京每一天在凌晨的時候 都會出現污染的峰值 而且是每天恆定出現 永遠比當天下午的時候 有機碳的排放大概要高出兩倍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也想知道這個答案 我們就去了延慶 這個車不是國系的 這個車不是國系的 那怎麼弄呀 這是新年代表 這是今年的表 3.29是您的概念 好 我一邊的 那就是意味著沒有任何的排放 沒有日本的排放 有綠標 郭山呢 市場合法的 德北省環保兵 沒有他們是郭山 他也不從事 對不對 他只是來吃 他也不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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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面積造假 或者說 說得更嚴重一點 叫全面造假 這個行業的利益 90%基本的配合物 不是個什麼排放 如果3萬輛車進不成 那就相當於幾百萬輛車 還在月裡還在跑 沒有任何排放設施的時候 它的排放會是一個什麼結果 只這一輛車 只一項顆粒物的排放 它就是國四車的500倍 所以柴油車的比例也不算高 它跟散門差不多 並不多 只佔17% 但是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 要佔所有機動車的70% 它的一次性顆粒物的排放 要佔到多少呢 99% 還有更可怕的事情是 柴油車的尾氣排放出來的顆粒物 毒性遠比一般的大 多環方廳是致癌物 但是柴油車排放出來的是它的升級版 叫消極多環方廳 它的致癌性要高出一個量級 我在嚴慶的時候 看到這些柴油車司機 他們本人就是 這種柴油車尾氣最大的受害者 是癌症的高危人群 而且去處罰他們 顯得很不合情理 他花的是真金白銀自己的錢 他買的是有國家合法貼了合格證的車 有什麼理由去處罰它呢 如果要問責的話 首先應該問的是造假車企的負責人吧 也是想請您說一下 為什麼會出現生產的時候 就沒有裝這個厚處理裝置呢 有些出口的車 還在出口的地方 其他地方還在裝 還在國一國二 五一五二五零 都還有 也非洲也 那你這個車貼的是國四的標呀 那它就是他們出口 比如說出口 賣個出口店 你的意思是貼錯了 您的意思是貼錯了 對呀 它有可能貼 它自己累過 有人要啊 就買了 不知道非洲兄弟聽了什麼感覺 企業一定會有自己的一個辯解 和理由 但是我好奇的是 十幾年來 如果說這種全面造假 普遍造假都存在 而且監管部門知道的話 為什麼不去處理他們呢 我們不是有法律嗎 我們不是有缺陷汽車產品 召回的管理條例嗎 你這樣的產品是可以召回的呀 但是從2004年到現在 這個法律在這類車輛上 用過多少次呢 一次都沒有 為什麼 我得到的答案是這樣的 就只有當它處於危急人身和財產安全的 不合理的危險的時候才能召回 人家說了 這個環保設施不裝跟安全有什麼關係 又不會出人命 所以就沒有召回的依據 那我們有沒有處罰它 讓它銷毀的權利呢 我們有 大旗防治法已經規定了 你既可以讓它停止違法行為 也可以罰款 也可以讓它沒收銷毀 那2002年這條法律到現在以來 十幾年過去了 它用了幾次呢 一次都沒有 為什麼呢 我得到答案是這樣的 必須由依法行使監督管理權的部門 來行使 每個人都說 我不知道這個部門是誰 那一共跟這個機動車管理的 就這幾個部門 我就挨個問了一下 我先問了一下環境保護部 環保部說 聽說不是我 我又問了一下工信部 工信部說 絕對不是我 我又問了一下智檢總局 智檢總局說 應該是我們三個吧 也許他們的困惑有一定的理由 就是你這個法律怎麼不說清楚 到底誰管呢 那我只好問全國人大了 我又問了全國人大 他們給我答案是這樣的 這條法律 制法主題確實不明確 這在我們的立法當中 是非常少見的情況 為什麼偏偏在大氣法的53條當中 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當時我們問過 就是你大氣法 為什麼要這麼寫 為什麼不直接寫 人家說 就是因為當時定這條的時候 很多部門也反對 不能你環保管 但是最後這法就過不去 過不去 最後它等於用一個 就是蘑菇的寫法 就是叫有執法權的 就是去做 聽說就是你們三家都查環保 但是實際上你還是沒管做 合格上全是真的 車型也全是真的 環保部門也發了那個綠標了 就是螺絲的 沒有一個部門去看那個車道 就是什麼 只有那個車是國異 你說你有執法權 也不會有人說有問題 那你就去執法 環保部門肯定有這個 惰證的這個嫌疑 這個我承認 這個肯定是這樣 也沒有沒有在追 那你們這些年來 你們執法連點牙齒都沒有 我現在就張不開嘴 我怕人看見我沒牙 你環保尷尬 我們就尷尬在這嗎 尷尬的不光是環保部門 車企也挺尷尬的 那個造假的老闆 後來就跟我說 如果環保部能夠去執法 去抓那些造假的車輛的話 我保證第二天就生產真的 否則的話我生產真的 別人生產假的 明天我就垮了 然後我就問丁燕 我說你覺得人家說的合理嗎 他說合理 不執法的結果 就是逼別人做假 車企還有一個說法 說我們國四的標準 早就已經確定了 讓大家上新車 但是國四的油吃吃不供 而且供上來的油品質也不高 我們就在延慶的時候 隨機抽查了這輛柴油車 這是在北京家的柴油 已經是非常好的 全國最高的水平了 但是它的柴油 測出下來之後 它是歐盟和日本 包括美國的25倍 這樣的一個柴油品質 那我們的汽油 是一個什麼品質呢 這是環科院發給我的一張表 這張表我每年看都會很痛苦 因為完全看不懂 還好他們給了我一個結論 就是這代表我們國家的油品 長期比發達國家 低兩到三個等級 只要提高一個等級的話 我們排放可以減少10% 我們看上去有好油 我們有國四以及以上的油 但這部分油只佔3%的比例 這就是杭州的痛苦 杭州有錢想買好油 但是2013年之前就是沒有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你只能燒國三的油 即使在北京 看上去我們的流含量 跟歐洲已經接軌了 跟美國已經接軌了 但是你再看看下面這四項 咱們都看不懂的數據 但是裡面深埋著一些危險 要么它們就是增加大氣的氧化性 形成顆粒物 要么就是增加毒性 最後一項蒸汽壓 它增加的是汽油 蒸發出來到空中的強度 我原來想蒸發能蒸發多少啊 後來環科院的專家跟我說 你看看這段視頻吧 這是用紅外線拍攝的 加油站如果不加這個 遊戲回收裝置的話 它蒸發出來的量是這麼大 每一升大概要蒸發出1.5克 到大氣空中來 而且我們平常開車的油箱 也會自己蒸發出來 它蒸發強度大到什麼程度 就是在北京 我們光蒸發出來的碳氫化合物 就比汽車尾氣排放出來的還要多 而這一項物質是PM2.5的重要原料 那為什麼我們不趕緊把油品弄得乾淨一點呢 石化行業的回答是這樣的 因為國家標準不夠高 這個說法看上去是合理的 你沒有不理由去要求企業去生產 比國家標準更高的油嗎 對吧 那我們就去問環保部環科院 參與制定油品標準的人 你為什麼不把標準定高一點呢 他給我的答案是這樣的 這個小標委呢 就是絕大部分 大部分吧 還是這個石化行業的人 大概是67%左右 大標委更多 大標委幾乎 我記得好像是90%以上都是石化行業的人 標委會的秘書處 也在石化行業那 那這個標委會的委員會主任 也是石化行業的委員 我曾經還以為你們可能能有一票捕決權呢 照說應該是吧 環保嘛 這個月薪這個苦笑 實在是給我的印象太深了 說我唯一能體現我存在感的 就是進門的時候 在簽到本上寫我名的時候 因為以前我連個投票權都沒有 他說他們也會極力的想要推動這個油品的升級 但是石化行業往往的解釋是這樣的 我們國家的石油很大一部分 從中東進口來 對嗎 然後比如說伊朗的油很多是重流油 在德黑蘭 他們自己也承受著這種 油品質量不好帶來的困擾 霧霾很大 但他們的問題是他們沒有升級的工藝 可是中國的企業是不缺這個技術的 雙方的分歧在哪呢 就在錢上 國三升國四的時候環保部說 一升七分錢就夠了 石化行業說那不行得五毛錢 我說那你們雙方就攤開成本算一算嘛 到底是多少錢很簡單的事情 他又苦笑了一下 說別說是我了 你去問問發改委財政部 你看他們能知道嗎 控制不了 比如說你們是多負責 你這個小孩要學壞 你這個母親你什麼他在犯 只能全力全力打一根本 別聽你們打 別說人家的十塌子 也不會特別到外面 他們在你們面前 人家更不打理我嘛 他復批單位 你拿什麼招啊 他打理你啊 你這樣開始不理不 今天不掌架 明天閉上門了 你講不講 不找不斷工了 就這話 我不知道環保部和發改委 說的這些話是不是真實 有沒有依據 所以我需要查證 我就向我們國家的 石油標準委員會主任 和中國石化集團前總工程師 曹香虹先生提出想見面 跟他聊一聊問幾個問題的想法 然後他同意了 然後到了期限你又顧不了油 然後你和他說出很多原因 但人們就不信任 但是總統化不牽頭來起草 只有能力來起草這個東西 比如像有的國家 第一 他的環保部門 有懂行業的人 對 第二個 他在提交這個草案之前 他就會跟石油行業的人 有充分的接觸 了解 溝通 對 活躍 到最後的時候他的健康報告 他的經濟報告 全部都提供給委員會 對 然後通過公開的一個程式 讓大家來做演判 對 而且都有彼此發言 彼此辯論的機會 對 如果是這樣一個方式 您覺得是可以考慮接受的嗎 可以接受 我早就想信任這個標準化 我要回答 真的 外面人就說 你擺上總統化 總統化的人說 你吃裡爬吧 別怪不樂好 你能夠把自己的這個 如何投入 還有升級的所有的成分 能夠公示 現在社會上自然地 對總統化 總統有這樣的企業 有一種這個不信任的 你一種這個不信任的 我們很多人不想辯證 最要是有缺點 就跟你五千塊了 越描越黑 還不如不說 大家會想說 為什麼我們不把標準 提高一些銀行來 倒逼優品升級呢 萬一升級了 因為大部分引起的社會 不穩定 社會動盪 那也沒有可能 成品和市場乾脆 就得放開 這樣就不能再斷工夫 弄得不好就出大事了 不是安不好搞 誰都可以來搞經營的 大家可能會想說 為什麼總統化 都只有掙錢呢 大家也都會聽見 是大家都可以掙錢 所以我同意 深華改革 走不放開 如果是國家要決定說 推進這樣的改革 那你國家去研究去 這可能會有什麼樣的風險 大家會覺得說 現在你總統化已經是 世界五百強之一了 剛剛公布的是 去年的營業收入是兩萬億 但是一個如此龐大的 一個國有企業 那麼為什麼會能夠在這個 關於環境問題上 有更多的承擔起 這些社會責任呢 全世界的石油企業都會去盡量地維護自己的行業利益 這是一個公司的天性 這無可厚非 我們很想知道說 其他國家到底是誰在制定這個標準 這是我們目前為止查到的結論 澳大利亞 韓國 日本 墨西哥 加拿大 基本都是環境部在主導標準 即使是歐盟這樣的歐洲標準委員會來定的時候 它會有行業協會的聲音 但是也沒有出現過由石化行業來主導標準制定的情況 那為什麼在我國 國家車用燃油質量標準是由石化行業主導的呢 一個國家的選擇有它的歷史原因 上市第60年代 我國石油處於極度緊缺狀態 長安街上的公交車需要頭頂一個煤氣包行駛 遠未到考慮燃油環保指標的時候 環保部門也未成立 所以標準的制定是由當時石油部下屬的石油化工科學 就越遠負責 1983年 國家結果改革 石油部撤銷 石科院化歸為中石化下屬 國家部委制定標準的職能 也就此交給了企業 2005年 第一屆國家石化標誌會成立時 石化行業自然形成主導局面 十年來 中國同時需要解決 油品質量和數量的雙重增長 量級事所罕見 兩大挑戰並存 隨著經濟發展 環境保護被重視 公眾對於車用燃油質量的升級期待升高 標委會內部也隨著發生變化 雖然石化行業仍然保持一半以上的優勢比例 但是 非石化行業人數 兩年內已經有所增加 並增加了 投票設置 任何一個國家的油品標準制定 最終都來自於 它對環保和經濟最佳平衡點的選擇 中國石標委未來的變化 也將取締一次 在中國 除了我們的油品標準低之外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在我出發之前 遠遠沒有想到的問題 就是我們有一半的油 是完全失控 全球十大港口 現在有七個在中國 遠洋貨輪帶來的污染之大 在靠近海岸線400米的地方 它排放的污染相當於50萬輛大卡車 所以在深圳60%的二氧化流 是來自輪船的 也許你不在港口邊上 但你生活在河流的邊上 中國20多萬艘這樣的船 它用的都是最差最差的那種重油 污染到什麼程度 有的碼頭上你可以用手 把黑碳一粒粒地撿起來 也有可能你會生活在機場的邊上 飛機一起飛 一噸沒有沒有了 一落地 一噸沒有沒有了 所以白雲機場 排污量相當於 60萬輛出租車的同時排放 也許你既不生活在港口邊上 也不生活在河的邊上 也不生活在機場的邊上 但是你一定遇到過這些車 這些是工程的施工車輛 有一次我在前面河北看到他們的時候 我以為前面失火了 擾到前面一看 是他在排放黑煙 我們就跟著他 進入了其中的一個村莊 看到村莊門口是這樣的 這個小房間裡面 是村裡人在這打麻將 賣彩票 還賣柴油和煤泥 我不知道這些柴油從什麼地方來 當時我們跟環保部一起 環保部門就說 那這樣我們去查一下看看吧 他們就現場買了一個柴油壺 然後就進了 最近的一家民營加油站 我是最後一個下車的 那麼等我下去的時候 我發現他的證已經被老闆奪走了 你幹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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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過過的 我不能幹啥 是不是 我把翅膀在那裡 你穿黃毛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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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測試 你穿黃毛巨有這個 那啥 有啊 當然有 有介紹監督局 也有介紹監督局 過上去管的 黃毛巨有 黃毛巨我頭 你說黃毛巨還有這啥 我跟妳說 你這優美抄抄抄抄美辣 對 有這個 有這個 有那個在哪兒 對 那些防止板 防止板出門有這個 你的權利 你可以看 你有義務 你有義務門的權利 這老闆說完這句話之後 我們每個人都默默無語 然後就拎著柴油壺就都散了 他說得太狠了 從煤到油 一項一項下來 煤和油的消耗都這麼大 我們的品質相對低劣 我們缺少清潔 我們還在排放的時候缺乏控制 我一直想知道為什麼 一直到這個老闆 這句話我覺得他莫名其妙地 道出了某種事物的本質 啟沒不到一百 我們沒有這個約束 沒有這個標準啊 沒有這個國家規定啊 和北的鋼鐵結束到什麼程度 已經到了你取締不了的程度 對這個標準 14年是這樣嗎 這個處罰就沒有 反正90以上都是12行業的 反暴通蒙 我認為他不懂 反暴尷尬有尷尬在這兒 我現在就燒不開水 我怕人家看了有沒有啊 反暴我們有這個 你的權利 你可以有義務 所以有一天晚上 有一個從事環保工作的人 給我發了這張照片 這是1999年的報紙 當年他大學畢業 他說他受到感召 然後進入環保局 很想有所作為 他說現在我怎麼覺得 我有時候就是個吉祥物呢 我安慰他嘛 他說你怎麼這麼說 他說你是一個調查記者 你應該比我更清楚吧 你沒有土地手續 您敢不敢借 不敢借 您要是沒有這個工商手續 沒有稅務 您敢不敢借 不敢 不敢 那為什麼沒有環保手續就可以 畫包 應當事有 應當事有外面就有 外面就有了 外面就有了 這些情況你們發現了沒有 都掌握過 香腸檢查 雄紅皮肉 出發決定 那事實就是他建成了 還投產了 該走的程序走了 該嚇到喉嚨的時候嚇了 人家起義不去挺 咱們也沒有辦法 就這種無奈 那你這就算是違規建設 哎呀 不違規的壓不多吧 政府呢對於這個交化 我們始終是滿精大 我們採取措施之後呢 後面呢這股 這股勁兒我們給壓住了 壓住了 壓住了還會有這麼 30個違規項目上來 作為效應 我們態度是堅決的 如果你們態度是堅決的話 那麼這些違規項目 就應該一個都不能上馬 才對呀 它這個貓呢 是地方政府養的貓 所以它這個貓呢 能不能做好的 捉幾隻 由政府收了算 不是環保護士收了算 我們走過了長達幾百米的 海岸線 看到的都是同樣的 黑色化學淤泥 聞到了4到5種的 化學藥品的味道 我們坐在這兒 聞到的那種 刺鼻的味道 就是什麼味道 我的嗅覺 可能不是像他們那樣的泥 一噸鋼如果把它所有的環保成本 省下來 不去裝的話 它能夠省一百塊錢 一噸煤能夠省一百五十六塊錢 一輛車如果不裝環保設施的話 能夠大概省兩萬 油品少升級一次 能夠省五百個億 十年前 我問空氣中是什麼味道 我沒有得到答案 現在我知道了 空氣中是錢的味道 當年拍攝頓採訪 當地的市委書記跟我說 你可一定要拍下我治理污染的成果呀 所以他就讓我們拍了這一段 他很滿意 說了一句話 小柴啊 這可是為你們炸的 三年之後我又去了 原地見了一個更大的 倒是裝了環保設施 我問說我說運行過嗎 老闆搓了搓手說 哎呀快了 當時那個書記跟我說 都跟我講環保 跟我講環保 我問你 誰敢把中國的經濟掉下來 我也想知道這個答案 所以十年之後 我就去了河北的鋼材市場 進去之後 空空蕩蕩 這些粗缸都已經生了秀 埋在荒草裡頭 然後有的都做了鳥窩 我就問這個經銷商小伙子 我說生意怎麼樣啊 他說你看看旁邊有車來拉嗎 他說這麼多企業 生產的都是一模一樣的 最低端的東西 而且只靠量競爭 只靠價格競爭 到最後我現在還不去賣白菜呢 我們生產一噸鋼 要消耗多少能源呢 600公斤煤炭 3到6噸水 我們要排放多少呢 這麼多二氧化硫 還有這麼多煙塵 那生產這麼一噸鋼 它現在利潤有多少 你可以猜一下 多少 一千 連一支茶葉蛋都買不著 一噸鋼 2014年 不到兩塊錢 那我們燒一噸煤呢 我們大概得排放多少污染物 這麼多二氧化硫 這麼多二氧化氮 這麼多一氧化碳 還有這麼多粉塵 你也可以猜一下 一噸煤現在利潤多少 兩個茶葉蛋 你還真是高估了 它的結果就是 連一杯飲料都買不著 我們36個重工業當中 現在22個嚴重過剩 所以忠實化的曹香紅先生 有一句說的 是挺準確的 就像一個人 胖 但是虛胖 可是 這些企業現在還在接受著 大量的補助 可以看一看 這是2011年到2013年 政府給予這些 鋼鐵的上市公司 給他們的補助 其中有一家企業 為了避免讓它退市 就隔一年給它補一次 補多少呢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億 二十 二十億 隔一年 二十億 而其中有一家 已經嚴重虧損的企業 在拿到這個補助之後 在他們的辦公室裡面 掛了這麼一個條幅 貼身肉薄 刺刀劍 勢比某鋼便宜一百塊 所以央行的副行長 劉士宇把這些企業 叫做僵尸企業 他們在消耗著大量的金融資源 他們將給我們的實體經濟 帶來不可估量的風險 而這些企業到目前為止 還在擴張 前兩天我收到一個 小女孩的信 她跟我說 他們家邊上的交化場 到現在還在擴建 要把他們家的房子拆掉 她爸不同意 然後她爸就被打傷了 她希望我能幫幫她 這個女孩 就是十年前那個 看不到星星和白雲的王慧琴 我問她 你現在身體怎麼樣 她說阿姨我現在顧不上 身體 我現在只想讓我們全家 能夠有一個住的地方 還好前兩天我給她打電話 她說 那個交化場的老闆 剛剛被巨尾帶走了 但是這些已經被認為是 嚴重過剩的行業 還有將近一半的省份 在十二五規劃當中 仍然把它們列為支柱產業 理由也很簡單 如果你城鎮化還要發展 只要提升1% 這些東西都能消化得了 只要你蓋房子 就需要鋼鐵 只要你修路就需要跑車 不是嗎 清華的江醫院士告訴我 中國的城市 也已經到了嚴重過剩的程度 甚至比工業 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不太相信 因為我覺得三十年來 像我們這樣普通家庭的變化 和對生活的改善 都是依靠城市化的建設來進行的 在我小的時候 我跟我妹妹出生在這麼一個大宅子裡 她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住了十幾戶人 後來這個條件改善了 到了我媽的工作單位 我們分的房子 這個房子有12平米 住我們五口人 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個床板 再加一塊木板 用椅子墊著 就變成雙人床 這是我臥室的窗戶 還挺陽氣的 實際上這個臥室很小 它沒有窗 所以我只好在上面掛了一幅畫 代表一個小小文藝女青年的幻想 這個是我要去上大學的時候 那個縣城的樣子 每天我就走這條路去上學 她那時候還是這樣的一個面目 那我們家這麼多年的變化 證明千萬個普通人的家庭 是需要建設的 她問我 你是不是好幾年沒回山西了 我說對 她讓你去看看吧 在今年我就帶著孩子回一趟山西 沿途用手機拍下這段視頻 在今天去過頭 我還是想說 我給你一個月 想說 都是我問你 對 我還是想說 我为我的家乡 能够有一些变化 感到特别高兴 因为那里的人们需要富裕 需要发展 但让我意外的是 我在这个县城里 看到了那么多的房地产广告 和那么多的楼盘 但是他们空着 我就问我一个亲戚 他投资了当地的房地产 我说这个楼盘 到底卖出去多少 他说两三成吧 我说那为什么卖得少呢 他犹豫了一下说 好像官员实名制之后 就卖不出去了 他呢就把我们全家人 安置进了当地的一家酒店里面 我一到酒店门口 差点吓回来了 因为它是一个 就声称是五星级酒店 而且是安排了一个总统套间 我说千万不要 他说哎 没关系 才两百多块钱 我们家开车进这个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一盏灯都没有 无奇马黑 然后就颤巍巍过来一个大爷 拿了一个手电筒 给我罩着 然后一路又把我们 送进酒店大堂 然后又罩着手电筒 把我们送过走廊 送进房间 整个酒店连灯都没有 因为没有人住 回到北京 我跟江源氏有了解这件事情 他跟我说 你看到的山西 只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 每天要消失八十个自然村 我们房屋的平均寿命 只有三十年 在中国一共有两百多家地级市 其中一百八十四家 要建成国际大都市 现在中国有十三亿人 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前 城市规划当中 这些人口都加起来的话 它是三十四个亿 1998年我拿这个小箱子 来到北京的时候 在这儿上学 找到工作 在这个城市 找到我自己的价值跟归属 如果没有中国的城市化的话 我现在应该是在山西 我父母帮我找的一个单位里面 戴着蓝袖套 打着算盘 度过余生 城市给了我们个人的自由 也给了这个国家 三十年来的繁荣 未来还会有三四亿人要进城 这一个必然到来 不可避免 他们会给这个国家 带来不可思议的文明和财富 但是 假如用投资拉动工业 和拉动城市发展的模式 不改变的话 结果会是什么 国务院发展应用中心 做的测算是 十五年之后 我们的耗煤量 会达到六十亿吨 我们的用车量 会达到四亿辆 这意味着什么 清华的尼玥德院士告诉我说 这意味着我们将在 用光所有的资源之前 我们就用光所有的环境容量 这意味着在中国 雾霾还只是刚刚开始 堵车只是刚刚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是A.Pack期间 我新人有一天早上带我去 小的时候他常去的地方 他父亲在那里教会他 滑冰游泳钓鱼 冬天的时候 他说他最喜欢看着 兵纹一轮轮向远去 一直到故宫的角楼 那是他感受到的 这个古老的城市优雅之美 我们俩就看着这一幕 那种心情特别像小孩 看着最后一颗糖 你不吃你知道它要化了 你吃你又知道快没有了 那种又甜蜜又忧愁 又气急败坏的感觉 我是地域道道的北京 我小的时候蓝天白云 硬喝齐浩山的水 能看见底下能抓鱼 我也小时候在这长大的 我说我也知道 那小时候什么样 能站在那个糖尖上 看着西山 大气干净不是坐不到 是完全坐到倒是 就看你是要多大决心 我希望你相信 通过不信的努力 艾佩克蓝的能够保持下去 回来之后 我就问了一下中科院的专家 我说您能告诉我 如果我们想要留住 艾佩克的蓝的话 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吗 他说我们必须 比2013年减排 这么多二氧化硫 这么多氮氧化物 和这么多PM2.5 简单地说 我们要减掉一半以上的污染物 才可能得到蓝天 中国2030年的武污染物 我给定一个风格 实际上就是一个倒闭机制 所以就要走绿色低碳房子 大家会想说 如果我为了还望 会不会就是真的牺牲掉了发展 这里应该还得着 你过去做错了 你现在应该还得着 现在现实问题 还好就业 还好提高收 那怎么办呢 转型了 如果说在这个转型当中 可能意味着这个产业当中 也不会失去工作 中国的节能化房产业 现在可能是一年的产值 三万七千多 吸纳就业人口 可能是三千九百万 这也是一个产业 但很多人还觉得说 中国政府会不会 还会继续用投资来拉断 来完成经济增长 要提高经济增长 它的路径 途径 就是绿色低碳循环房子 伦敦烟雾实践 或者洛杉矶 他们解决的问题 60年 70年 它得经验教训 我们这个阶段会达到锁炭 之前我很担心 北京还在扩张 它的汽车的量还在增加 它的污染能降低吗 但是这是洛杉矶 一个跟北京非常像的地方 它也是三面环山 空气扩散条件很不好 所以它曾经发生过 大规模的光化学污染烟雾事件 你可以看看1950年 这是在好莱坞的商店当中 卖的一种罐头 里面装着洛杉矶的空气 它上面有一行标语 叫如果你有恨的人 你就买一罐送给它 你可以想象 当时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感受和愤懑 但是从1970年以来 洛杉矶的车辆还在上升 上升了这么多 三倍 但他们的排放呢 降低了75% 他们怎么做到的 我就去一趟洛杉矶 在那里观察 在那里观察 我们现在是在 洛杉矶盛摩尼塔的上空 在往前 你可以看到那层烟雾 就是个大 这是一个高楼 我来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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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的模型 它都是这样的 放了一个 往上 洛杉矶这种贪大病的城市规划 被认为是典型的失败案例 它的公交系统也远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 造成车辆毫无约束的发展 1700多万人 在报告1700多万人 洛杉矶的食物料 我们家中 现在8.5%的食品 有好的燃料加起来 足够来回变成1600多万人 那边是啤酒厂 那边是个大仓库 像这个车就是刚刚从 长滩那个大港口运货过来的 你看这个像晴天柱一样的大家伙 18个轮子 大概有20多米长 它的质量相当于一个坦克 或者是一个重型装打车 根据加州空气资源部的估计 南加州空气中71%的致癌物质 都有柴油车产生 所以所有的柴油车都被要求安装DPF 这种颗粒过滤器 相当于给车戴上口罩 可以过滤掉99%的颗粒物 这位司机是墨西哥人 开的是05年的旧车 按要求要加装DPF 但它没有加 虽然车的尾器是达标的 但还是要罚1000美金 为什么你不安装DPF 没有钱 最后一段时间 它一个月的收入 其实加起来七八八扣完了 也就是4000美金吧 那么现在1000美金 其实这个单子还是挺大的 您有多少孩子 6 6 如果下次不装 会怎样 滑单继续开 你再自知不理 我们就到车辆管理局 不让你更新拍照 你不能更新拍照 你就不能开车赚钱 为了确定污染 加州不得不制定 最严格的新车 新动出标准 环保部门有权利 冲查了一个新车 可以从用户手中 直接冲划12万米之内的载油车 一旦发现产家违规 要送出场的档梯 每一天 还两位的新移植 环保部门有权利 要求车企照回去 用户的车辆 45% of the citizens want to comply to be good corporate citizens 45% say well I don't really want to but I'm going to because I might get caught and 10% say catch me I'm going to go in the left lane of the freeway and go 100 miles an hour come and catch me 这张罚单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回来之后 我仔细看的时候 我才发现 被处罚的是从中国运来的车 同样是因为环保造假 但是这次他们被逮住之后 罚了差不多四个亿人民币 其中两个负责人还进了班房 全世界的人性都差不多 在美国你也处处可见那些 想要逃脱惩罚 或者想要调新法律的人 但是如果执法严格的话 是可以管住90%的人 而如果不执法的话 就像北京市环保局说的那样 我们在90%的车在全面造假 今年大气防治法终于要修订了 目前草案当中 它赋予了中国的环保部门 可以对假车进行召回 跟处罚的权利 但是最早到9月份 它才能够实施 那么在此之前 每一天夜里此时此刻 这些大量的上百万辆的卡车 还在中国大地上奔去 当中有多少是这样的驾车 当中有多少还在排放 这样的颗粒物和污染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承受的 那么 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防治法 还没有退役之前 我们能不能够使用它一次 我们能不能够不要让它以这样的面目 留在历史当中 当年美国要实行严格的标准的时候 美国的车企一样哭哭啼啼 不答应 他们就天天告环保部门 然后不愿意改 就在这个时候 有外国的生产车说 我能做到 听到这句话之后 美国车企地上一跃而起 立马就跟上了 但是很可惜 他们也失去了半壁江山 我就问这个环保部门的人 那你们会不会有种压力 说你们在打压民族汽车工业呢 他给我的回答是说 环保不是负担 而是创新 保护落后是没有办法创新的 政府的角色是制定好标准之后 你要保证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 竞争本身就会赢得市场 但是中国是一个煤炭的消费量 占70%的国家 在我们的能源结构里面 我们怎么才能捡到煤呢 我们来看看伦敦的曲线 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伦敦要等了40年50年 才把污染治好 我没得等这么久 但真的是这样吗 看看这儿 从他们开始治理污染的前十年 他们就把污染物降低了80% 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善 我们来看看伦敦是怎么做的 伦敦弹烟雾事件发生的时候 英国的能源结构中 将近90%是煤炭 1953年 颗粒物的平均浓度 超过欧盟标准的10倍 他们控制污染的压力 比我国当前更大 英国人在1956年 通过了清洁控制法 每个污染的污染 每个污染都会有污染 所以污染就会被污染 以后污染给客人 用普通的污染 或者用在开放的标准 是不错的 这这也是一个标准的 你仍然使用它吗 你会使用它吗 你会使用它吗 这是煤炭的 这是叫做家庭的烟 政府出钱承担家庭比我赶造70%的费用 但惩罚同样严格 违反者可以处于100英镑的罚款 甚至坐牢 这是南威尔市 一座煤炕生产的最后一条银 1983年 它在这个地团上停下 烟雾事件发生后 20年中 石油替代了20%以上的煤炭 天然气替代了30%以上的煤炭 煤炭在整个国家的能源结构中 从90%下降到30% 而重工业占GDP的比例 也下降了10% 很多煤炭和燃煤的工程关停 这里曾经有上百万人救援 1960年到1970年 在英国织屋的前十年 经济不但没有倒退 GDP的价格 反而增加了一倍 之后十年中 英国进入油气时代 他们的经济总量 他们的四倍 英国是用更清洁的能源 石油和天然气 尤其是天然气来替代了煤炭 他们才取得了蓝天和白云 很有趣的是 这次我们在伦敦 想要找到那些 关于伦敦当年 煤炭污染的资料的时候 做得最全 最充分 最权威的是这样一份资料 它是来自于 天然气公司的制作 然后它的名字也很简单 叫罪恶的烟囱 天然气是靠着竞争 迅速地推动了市场 把它的对手取代掉了 英国能源大臣告诉我说 你知道伦敦在刚开始改革的时候 是什么样一个经济水平吗 他说那时候 人均GDP跟中国是一样的 政府最重要的是 不要去补贴那些 已经要被石炭淘汰掉的 落后和污染 还有亏损的产业 你要给新兴的产业 给它们公平竞争的机会 它们会带给你惊喜 伦敦的经验告诉我们 中国要从煤炭时代 进入油气时代 我们才能够得到 更清洁的天空 现在世界平均的 天然气占能源结构的比例 是很高的 大概24% 因为天然气是相对清洁的能源 那中国是多少呢 我们只有5% 为什么我们这么低 从小到大我听到的标准答案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 没多 贫油 少气的国家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 但这完整吗 我就写信给国土部 矿产资源储备中心的主任 他给我回复了几个数字 我们的天然气探明多少呢 22% 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大量的天然气 埋葬在中国大地之下 黑暗不知名的深处 那我们的石油探明里是多少呢 38% 在每年探明的这些储量当中 比如说天然气探明 9000亿立方米 但我们开采了多少呢 1000亿立方米 有大量的资源 我们知道它在哪儿 但却没有去开采 为什么会这样 张大伟主任又给我回了封信 也很简单 也是几个数字 他说拿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 美国来说 他们有6300家天然气石油公司 我们有几家呢 三家 其中70%集中在一家手里 中石油 美国有160家天然气管道公司 我们有几家呢 三家 其中70%集中在一家手里 中石油 这是他给我的答案 如果我们开放这个市场的话 我们的天然气的产量可以翻一翻 我们的碳明储量 可以翻一翻 为什么你迟迟的没有进入油气时代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多活在天然气 实话是一个没有开放的 空间的每一个环境 基本都是一个垄断环境 垄断是不可能有创新的 外界的人是属于低水不见的 就是一个多生子 这个弯具都是它的 它可以弯得很腻 它可以乱扔 人家说什么 你不听了 油品经营 还有安全 弄得不好 就错大事 我看你怎么理解 这种能源 只要有竞争呢 它就会千方百计去创新去改变自己 你 may be interested to know that the company that controls the electricity distribution around the city London is Chinese owned 我们要把能源价格降下来 你才会有竞争力 我认为在开放 你分享意识 你资讯 你得到世界最好的 中国的雾霾需要治理的话 最关键的是什么 能源的体制改革 做这次演讲 我在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能源问题 我有一个很粗浅的感受 中国的改革开放 不是像我原来想的那样 像一个小鸟破壳的过程 一出来是一个完整的活泼泼的生命 它更像一个治疗退壳的过程 一点一点一点 从原有的壳里面退出来 而能源就是留在这个壳当中的 最后一个部分 它一直被认为是 事关这个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的安全 所以它一直不被当作是商品 它也一直很难受到 真正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 但这个壳本身也在付出代价 这是能源系统 这两年的腐败图 它是一个腐败高发的区域 能源局前副局长刘铁南 在接受庭审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要想遏制高发的腐败 就要把本来应该属于市场的权利 还给市场 所以2014年6月份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能源国家安全战略 已经明确 能源是一种商品 我们要建构有效的市场结构 和市场体系 而且要改变政府对于能源的监管方式 但是在等待一个国家 建立和完善一个庞大的体系之前 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 世界上再强大的政府 也没有办法独立支离和污染 它要依靠的就是 每一个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 我们的选择 我们的意志 2003年报道非典的时候 我得到的最宝贵的经验是 只有信息公开 才是一切公众参与的基础 三年来中国政府 在向公众提供空气质量的预报 同时他们也建立了 世界上最为庞大的 在线监测系统 对于污染企业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些数据用起来 不要把钱浪费掉 让数据变得被我们看到 让它放在阳光底下来晒 这是一个手机的APP 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 在手机上 你就能够看得到 距离你大概5公里左右的地方 有哪些企业正在排放污染物 这些红色的 都是表示他们正在超标排放 中国的6000家重点企业 排放了65%的废弃 你可以向环保部门去举报 你也可以在微博当中公开它 所有这些带着蓝色痕迹的 都是被公民举报之后 他们承诺的整改日期 当然会有一个遗憾 有一些地方的数据 如果根本就不公开 怎么办 所以去年一年 我参加了一个 地方首部环境 公众参与立法的研讨会 在这个研讨会上 我听到了很多的争议 但大家争议的焦点就是 要不要把重点企业的信息 强迫他们进行公开 到最后他的结论是 河北省出了 第一个公众参与的条例 当中规定 重点污染企业 必须公布自己的信息 如果你不公布的话 公民可以提起诉讼 要求你每天处罚 而且最高可以每天罚你十万 但是谁来做这些事情呢 中国有1%的环境争议事件 进入了司法程序 为什么会这么少 你可以猜猜看 今年之前 有多少家中国的公益组织 是具备司法诉讼主体资格的 一家都没有 就是因为当时 我们的民事诉讼法规定 只有有关组织 才可以提起诉讼 至于谁是这个有关组织 没人知道 但是1月1号开始 新环保法已经规定了 只要你从事环境公益活动 五年以上 没有违法记录 你就可以承担 这个诉讼主体的资格 现在700多家环保组织 他们已经有人在世 提出的标语是 新环保法给力不给力 小伙伴们正在试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如果你没有时间 去参加一家环保组织 那么你还可以做什么 我们跟自然之友合作 做了一个小的动画 如果你在五公里范围内出行 试试乘坐公交 骑自行车或拼车 如果开车 发动机空转 不要超过30秒 在路上看到冒黑烟的柴油车 试试拨打12369电话举报 柴油车的黑尾巴 还有大量PM2.5 危害工种健康 如果看到有餐馆直排油烟 试试要求他们安装过滤装置 或在美食网站打差评 看到工地土堆裸露 尘土飞扬 怀疑加油站有油气泄漏 试试拨打12369 如果你家在烧煤 在能够负担的情况下 尽量不烧劣质煤炭 让妈妈试试清洁炉灶 保护家人的健康 你还可以试试随手拍定位工业污染源 监督举报违法行为 在微博中 at当地环保部门 试试关注污染企业名单 拒绝购买他们的产品 大气政策法规的制定和修改时 试试参与公众意见征集 表达你的声音 一念之间改变雾霾 之前我路过家门口 裸露的工地的时候 我经常就是捂着鼻子就过去了 但现在我知道说 在北京PM2.5 当中至少15%左右 是来自于阳城的时候 我决定试一试 我们住在这边附近 那个土你们怎么没盖上 你领导在哪呢 在那边找 你们这路边那个后面大堆 没盖 知道知道知道 这个是我们这个土 我们就带着 好的 现在就带着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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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这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然后我临走的时候 那个让我找他们大领导的工人 对我说 你知道我们领导怕你什么吗 他指着着我手里的手机 他怕你公开 我们在楼下有个餐馆 是做肉饼的 然后每到吃饭的时候 这个家里头和身上去都是有烟的味道 以前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世界上中餐馆不都这样吗 但后来我知道 在北京餐饮带来的 PM2.5的污染 占到至少6% 而北京的餐饮业占到全国的12% 这么大量的一个餐馆 以前我觉得没有办法 后来等我到伦敦之后 去中餐馆吃饭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那儿没有味儿 为什么呀 这个老板就把我带进了他们的阁楼 然后看到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叫油烟净化器 伦敦政府要求他们强制安装 而且有人定期来检查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高科技啊 后来回北京一问说 不光北京有 而且北京是要求餐馆装的 我就打了12369举报的电话 然后一个星期之后 小区里面运来了这么个东西 前后不超过半个小时 我拍的时候 这个餐馆老板就过来了 说谢谢您这个居民的监督 欢迎您以后多吃我们肉饼 这一年我们的工作餐吃的全是肉饼 有的时候我路过楼下加油站的时候 我们楼下就是加油站 会闻到很强的那个汽油呛人的味道 但我以为全世界加油站都是这样 一直到我去美国 我在他们的油腔上看到了这个东西 一种叫油气回收装置的东西 我以为这是什么高科技 但回到北京我才发现 我们早就有了 08年之后都要求装 只不过有的人根本就不维修 才让它排放出来很多气体 然后我也给12369打了一个电话 迎着阳光去看 有大量的出来就肯定是有问题 如果咱们加油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味道就不知道 看不见这个油气吗 这里不应该有油 那说明出的油多 对 进的气就少了 那个油气就有一部分跑到大气里来出了 挺有 挺有 然后马上维修 要求加油站 每年必须要对它的油气回收装置进行一次强制检验 可以打12369 它承诺百分之百会来 真的会来吗 我不知道 但我们把这句话放在这里 视为一个检验 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数字 12369 如果你不打 它就永远只是一个数字 我说过我这一年过得很不痛快 老觉得是在过一种很临时的生活 真的 乌霾天一来 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 或者未来在哪 但是呢 就在那个餐馆老板把那个油烟装好的 那一会儿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脚落实地 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 你明明知道说 它对于改善大气污染的作用 是非常微乎其微的 但就是因为一个人 知道了自己做的一点点事情 可以让事情本身变得更好 它心里面就能够踏实了 所以回头来看 人类与污染的之间的战争 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 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 有一天他们会说 不 我不满意 我不想等待 我也不再推诿 我要站出来做一点什么 我要做的事情 就在此时 就在此刻 就在此地 就是此时 如果我们带来这些货币 我们一定会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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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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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